我们今天进行这个第49次课 我们还是接着上次这个clustering介绍 clustering我们按照这个online 上次介绍了一些这个concept 就是概念 以及这个API的怎么做出来 然后它怎么用它进行编程 然后就是它的那个pattern 那么这些概念呢 其实和我们前面讲课的这个基本的顺序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都是按照这种 就是说我们还其实讲这些呢 其实我是有时候觉得这个还更重要一些 虽然大家反正通过我的教学时间 大家可能好像有时候对这个API的应用 就是用这些怎么用这个API 大家有时候更感兴趣一些 但其实呢我是觉得在我们这开发环境当中 其实我认为呢这些API的怎么形成 其实更关键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非程序的这个部分 就是就是或者当时这是个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在编程过程当中 比如说这个我怎么做出这种rootclient 怎么做出这个modecasting rootclient 大家有印象吗 包括怎么做出这个childclient 这两个API我觉得是我比较做的挺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前面大家看的 childclient呀什么rootclient 这两个实际上是做modecast的 而设计的一片 那这两个API我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这里头的API我觉得都都不错 这什么peer csclient呀 包括什么notification dispatcher啊 等等等等等等 我这里头一大堆API 我觉得 当然我这两个API我觉得也做得很好 包括后面做的什么 cluster server container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些API我在做的工程当中呢 我自己能体现出感受出这个软件设计的优美的地方 或者它的价值 就这个系统啊 很复杂 分布性是很复杂的 那至少我 大家应该能体会出来 对吧 在我们 为什么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能演示这个程序的设计 直接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 那么原因就是我们的软件工程 它有它自己的这个价值 它的美丽 它的这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能够把这么复杂的系统呢 能够很快的进行构造出来 这是软件工程的特别有趣的地方 那么 但是所以说我这这API呢非常重要 那么我比较觉得 那我认为我这个开发环境 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不在于提供的这些API 而是在于这些API的形成过程 呃 形成之后怎么用呢 当然其实就和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用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API的形成过程 我觉得反而更重要 这是我为什么 每次讲课都这么 先讲这个API的形成 那可惜的是呢 那API的形成实际上是我很难在上课的时候去讲的吧 因为这API的形成是要花一点时间 虽然API的形成构造 那么 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 基于我前面那些 Basic API啊 Advanced API啊 基于这些基本的这个Pattern呢 其实我认为已经比较容易了 但是呢 它确实还需要一些工作呢 需要不可能上课这点时间 像我们那样用API呀 就这么及时给大家演示出来 所以呢我 更多的只能通过这个 就是上课这点时间给大家讲 嗯 讲这些思路 那么其实要简单的总结一下 那些API的形成呢 就是就是我这Basic API 再加上这AA 再加上那些 嗯 AOP 再加上 如果再加上一个 还加上DIP等等 其实就是这些API的 这些Pattern API的这个使用呢 嗯 重复利用 那么 然后最后形成了我们这个系统的新的API 或者这个就是 新的API 就是这么来形成的 这个加在一块 那么这是我对解的一个总结 是吗 因为由了这个基础的API 和新的API 再加上这些Pattern呢 使这个新的API的形成呢 是比较比较方便的 那其实还要 其实还要再加一点 我觉得再加一点 这个加起来的 它为什么能加起来 它们加起来是由于 需要大家有一点分布系统的 knowledge for specific knowledge for specific computing environment 对啊 就是这个 就是 必须要有这个 大家对分布系统的 具体的环境的一些知识的认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脱离这个东西 为什么能合到一块 它不是说乱七八糟 胡乱叠加 对吧 它实际上是要有分布系统的这个知识 来辅助它 才能叠加在一起 所以它这个不是说简单的加减乘除 或者这个简单的累 就是 就是 它需要分布系统的知识 在指导之下 才能累积到一块 只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累加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了这种分布系统的知识 这个累 这个 集成的过程 或者说 把这些东西集合到一起的这个过程 是 是直接了当 因为如果没这些知识 当然你 这东西也没法合到一块 其实我前面那些 其实都想证明这一点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此为止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大堆这个工作了 已经49次课了 那么这么长 这么多内容 讲了很多不同的分布式系统啊 不同的这个API啊等等 虽然还有一部分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后半部分这比较重要的内容 我们还没有讲 但是至少到此为止 我们所有的API 都是基于最早的那个BA 以及他们的这个pattern叫DOP 对吧 因为后面 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基础元素 就或者说我们系统当中 或者说也许我真的找出来了 分布式系统环境当中 那最基本的元素 这我觉得是我这系统最大的这个贡献 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别的系统 比如说我在研究 正在跟别的系统做一些比较 那我在比较过程当中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系统都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他们都期待着 就是期待着一种系统呢 他们能找到一个 一种framework 或者一种 一种middleware 他们这种middleware或者framework呢 能把分布系统 所有的分布系统 都给盖住 都给挡住 他们形成一个新的overlay 在这种新的overlay上呢 其实用户已经看不到分布系统 具体环境了 他们甚至可以用同步 纯同步的程序进行编程 就是synchronous programming 完全可以通过纯同步的方式来编程 所谓纯同步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说我只关注这个 简单的说我只关注这个functional的这个问题就行了 那么我们实际上知道 我们的系统呢 肯定不是只用纯同步的方式就能做出来的 我们肯定是要有异步的编程的 那么我们要有异步的编程 才能完成这个使者系统能够达到highperformance 但是异步编程 你看它所谓highperformance就是free 就是nonfunctional的这些问题 那么但是他们这些 比如说我最近看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天我看的 因为我正在做一些比较 有些东西甚至我是最近才知道 比如像这个blue 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是Berkeley加州分校 U.C.Berkeley他们做的东西 当然这个机构是 这个研究 这个大学是研究机构啊 这是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个研究工作 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名的这种机构 那么我们可以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这个 自媒体这个网站上看一下 就这个网站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 这个网站 那么是在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网站 应该是这个 最近我下载的 因为我是从 当然有兴趣 会到YouTube上去看一看 从YouTube上 为什么我也比关注这个视频呢 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 发到视频 发布什么都非常非常方便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 这个换过去的这一页 大家有一些看这个Chat Server 大家有印象吧 他们也在举例子的时候 也举这个例子 当然他这程序 大家看这语法好像有点特别 这并不是说 这种语法呢 其实他 我不太关注这种新的 所谓语法 这个我不是特别觉得 有那么重要 我们现在完全是按照 加瓦这套来做 我们还是在加瓦的环境当中 开发这些 开发 但他们是用了一种新的语法 但是我 但是他们有一个 刚才我说的目标 包括他 包括Ika 其实这个 我们前面Ika 我当然也提到过 那么我觉得他们这系统 都有一些共同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认为呢 有一种 有一种 freemwork 可以把它分布式系统 所有东西都 都挡住 这个是我反对的 这我们现在讨的 当然是一些学术问题了 那Ika 包括这个Bloom 他们其实都是有这种 包括类似的 其他的 我觉得尤其Ika 当然为什么要提Ika呢 我认为Ika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系统 就是相对来说 在所有的这个 语言级别的这个 分布式系统开发环境当中 这是和我的系统相比呢 嗯 是比较接 或者说是 他的目标是比较接近 但具体解决方法是让差别比较大 主要的差别 我就在 刚才我说这个地方 主要差别就是说 我的系统性 因为我不追求 甚至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freemwork 就这个freemwork呢 或者Meadware 它能把所有的系统 把分布系统 所有的这个底层的东西都给挡住 那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分布系统太复杂 这第一堂课我们就讲到过 所以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然后假设当然挡住 假设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好 我们上面就完全可以通过一个非常 简单的环境 让用户开发系统 但是像看在我们前面提供了很多 container 大家如果还有异象的话 对吧 我们前后面还有一些新的container 包括这个基于集群的container 会更复杂 那么 那么换句话说 不同的环境 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的container 或者说我们有这种 multiple container存在 就有很多这种container存在 container可能实际上 是像不同的container 或者我们叫 where is container 那不同的container实际上就证明了 这系统呢 有不同的分布式环境 或者说我们不能通过一种 或者少 或者是单一的这个former 把所有的系统都描述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都在一个container开发 大家知道都是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这是做不到 所以说我们在提供这种container 或者free work 或者什么mediaware 同时 我们还要告诉程序员 那这些free work 或者这些container 或者这些APM 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处就在于 那么用户可以在 接着做他自己的 对吧 假设我们这系统 他碰到一个新的环境 不存在这个container 比如说我随便挤一个 这是前面我一直提到的 这是我认为 事实上最复杂的这个分布系统 这毫无疑问 假设这样的系统 比如说我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种环境下 那么我们用什么framework 对吧 而且这个系统并不是说 很冷 很冷 冷屁 或者说这个很少用 大家见不到这种系统 只有很少人会 学术上的才会用这种系统 其实不是 几乎现在每个人都在用 那么 由于没有好的开发环境 大家只好修修补补 你做一点我做一点 实际上这是形成 分布这么多互联网应用的 主要的原因 断断续续的 一会隔一段出现一个新的应用 那么他弥补了互联网的某个缺陷 马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互联网的大的企业 这就是实际上这间接的证明 早期互联网的系统呢 就非常的不完善 所以说大家做这种系统也没有一个对它基本规律不了解 更别说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工具 换句话说这个系统太复杂了 那么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一个 framework 或者说一个我们对它的开发环境根本 开发运行规律 根本不了解 更别说给它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工具 那么假设互联网足够复杂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有互联网 human involved heterogeneous 这就是有互联网 那么 那么我们互联网上实际上不存在一个 能够通统工具 那么我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过去传统的这个计算环境 都比它简单的多 这种人类 这是人类的行为干预的这种分布系统 或者计算系统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现在讲了半天 讲到到此为止 我们现在其实都没有涉及到这种分布系统 我们还是讲的系统 还是机器规律 包括这边讲的这些系统 比如说这个加州 Berkeley的 UC Berkeley 他们讲的 包括前面我们说的这icon 包括我看到的一些别的工具 这个我是不是给大家之前可能列过 对吧 如果大家 我是不是给大家传一个给看一下 这时候 因为我正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文章 写这套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前面是不是我给大家讲过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好 又在另外一台机上 那么我现在跑到这台机上来的原因 我已经也跟大家说过 这是 呃 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那台机器是苹果 这个版本很高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版本高的机上 在录这个录屏的时候老有些问题 如果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都已经传过来了 我这台机稍微老一点 所以他有时候看 大家会看着 performance有点差 大家看这里头 这里头 这个我列了一些 对吧 列了一些 我正在研究的一些 这个工具 不论我们在这儿有 啊 有些我后面都知道 那么这个我画 有些我正在看 iCon等等 那么后面还有一些 那么这些我都在做一些比较 有些它必定能列全了 那么 至少我看到了一部分 这是 我 因为主要的我应该是都知道 那么经过这种比较呢 我觉得至少我现在发现这些系统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 或者比较老的 就更别说了 比较早期的 那么我觉得 还都不具备 电队互联网这么复杂的环境 他们还不具备这个 开发能力 那么 一些新的呢 其实他们都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善的 这个 就是用一个系统 就能够 就是用一个 Middleware 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个不是我的追求 这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基础元素找到的原因 我说了一大堆 其实目的就是这个 这概念 其实我前面也 重复过 那么前面我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其实按照常规 按照常规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 应用 编程序 就是 刚才我强调的是 怎么把底层的这一片做出来 比如说将来我再 我再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要为这个 这样的系统 做一片 怎么做 对吧 那么我们就很 很难去 因为传统的系统不考虑 或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怎么形成 为它形成一片 至少我现在认为 我那些基础的一片 和基础的派遍 是能形成在这种环境下的 它不是系统的 那么今天我们讲两个 讲两个这个 程序 那么这两个程序都是例子 一个是这个 这个大家有印象 这个词缩写 大家见到 TNCS 这就是 T代表什么 T代表Tool 就是ToolNode N代表Node ToolNodeClientServer 这我们一点不陌生啊 这个如果大家陌生的话 说明大家 你会看看前面的 我们可以看看前面 这个程序 比较一下 我们看这边吧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在这儿 最早我们是在这儿做的 ToolNode 就是最早的 就是我们完全 不用container来做 这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印象 这是我们做的 最早的程序 这两个程序呢 就是ToolNode 然后是CS 这是Client 对吧 这个是我们最简 做的最简单的 这程序量会大一些 因为我们 没有用 container来做 那么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对吧 那么这个应该不陌生 我们重点 今天因为我们在这个 做集群之后呢 出现这个集群之后 我们基本上都用container 来完成我们的系统 所以呢 我们看看 重点看一下 它和container这个对比 container 我们也做过 这个ToolNode 我们在这也做 包括它的message 那这程序就会简单一些 那么它 这里都涉及到消息 那么 notification 然后是 request 那么这实际上实现的 这个应用呢 实际上就是两个节点 一个节点是 一个节点是这种 就是一个普通的server 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特征 不管是client 还是server 都是physically standard learn computer 它们都是这个东西 不管client server 都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单独 物理上单独存在的一个 计算机 但是在我们现在 因为前面 了解了一个新的技术 就是cluster的技术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假设用cluster 这套 API 来开发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包括它的patent 来开发程序的时候呢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logically 假设嘛 cluster 实际上是virtual 或者叫virtual standard learning 这个词就是 它实际上看上去还是独立的一个computer 但实际上它等于什么 是等于一个cluster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一个cluster上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在这个true node的这个程序当中 true node的cs当中 我们做一个变动 client端我们还是这样 client端还保持这个状态 client端还这样 但是我们所有端呢 改成这个 然后我们想解决这个 给这么一个例子 这也是我们集群 利用集群形成的最简单的一个应用 我们都从由简入版 对吧 我们都是从最简单的集群应用开始 那么这个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别人做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加州玻璃 它有一个true node 之前我们都见了 多次见了true node 那他们也是这么做 那么 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true node 这测试我们做了多次了 对吧 我们这个简单的 那现在因为只有两个节点 只有两个节点 那么只是一个节点变成一个cluster 变成cluster的原因呢 我们前面讲过 主要是为了 就是应付 更大规模的访问 因为前面这普通的server 我们说过 比如说这servercontainer 或者叫csserver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大家能不能想到 最大的问题 他们都是 实际上是terminal 他们的别外号都是terminal 这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non-scalable 换句话说 所有的计算压力 到此为止 有多少极限的压力 他也分担不出去 直到他自己崩溃 那么除非他自己很强 如果他自己能力不够 那么到他就有极限 很快 假如到达极限 他反正是 应付 不能把这个 计算压力做转发 但是ucluster 假设一个变成这样了 我们前面加container 那么这个不一样 对吧 前面我们看到的cluster 实际上我们等会看到吧 cluster实际上是有两个基本操作 这个所有的 他这个计算能力 cluster当中有两个基本的操作 一个是 joy 一个是leave 这前面我们看到过这个 在我们讲这个一片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 对吧 就是class当中的这个子节点呢 可以加入到这个系统当中来 加入系统实际上就是给系统增加计算资源 还可以离开这个系统 就是应该系统比如说这系统 那也许出故障 也许是用不着了 对吧 用不着这个系统 就是计算能力 呃过剩了 他可以 把这个计算能力 另行分配 另行安排 那才是可以离开这个系统 那么 换句话说 它是什么 scalable 虽然它还叫cluster 看上去也是 呃 看上去叫server 能比我们还是 你看大家 我们这还是一个to node的cs 那这个s端呢 已经变成一个cluster server cluster server本质上 它 呃 它是一个server方式在运行 但是内部的这个结构 我们前面讲过 其实都是基于peer来运行 形成的 peer就是scalable 但是看上去像 我们把它完全叫做一个server 因为它的行为方式是一个server 比如它只响应 对 cluster来说 它只响应 不主动联系 但它内部不是这样 内部它的节点 它完全可以自由扩张 对吧 内部全是一大堆peer 彼此 所以它的结构是呢 可以完全任意的扩张的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用户 当这个聊天 或者什么别的计算应用 给它施加的压力过大的时候呢 它可以增加节点 比如有节点增加 当然节点 因为这个比较少的时候 就是聊天压力小 或者计算压力小 所以它可以离开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一个新的变化 对吧 我们看这个程序 实际上是class的设计的主要的原因 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个程序 看看程序 主要是我们今天看看程序 然后再演示一下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 这是我们今天要演示的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叫mns 那么这个和前面一样 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 这个我们也做过 也做过 大家看看 我们看这边 我们先看看 我们最早 是用 非container的方式做 你看非container的方式 而且程序就更多 对吧 大家可能嫌麻烦 那么我们再看看 用container的方式做 我看重点 用container的方式做 这是 形成的这个程序 我们之前见过 对吧 我们上次讲container 是专门讲过这 包括它的message 设计 这是clun端 那么这程序就简单很多 那么这程序我们前面见过 那现在只是说呢 我们把这一端呢 把这一端变成 变成cluster 那我们做一下对比 我们看看这边这个窗口 我们先看看 那么这个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实际上 因为前面是两个节点 两个节点 只是说把这个环境 让它正常运行 但是呢 它没有真正的 chatting 或者说clun端之间 没有真正的沟通 因为clun端是 之所以 要跟server联系 实际上是形成 他们互相之间的交互 它都借助 server这个周转 或者说 server作为一个汇集点 那么大家可以呢 在这里头互相的 产生交互 对吧 是这个基本的clun的server应用 所以说这个clun端的 一定要增加 但是我们前面 假设用传统的server的话 clun的增加是 很快会达到极限的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这个 这边的server 已经变成cluster 对吧 所以说 这个聊天就能进行了 或者说他们那个 可以互相交货 clun端之间可以互相交货 而且是在一个scanable系统当中 进行交互 所以我们就 讲这么两个程序 只是说呢 有一点不同的 就是这个程序 稍微麻烦一点 就是它的方案 就是它这个 因为它有多个 子节点 怎么利用这些子节点 的计算能力 那这是我们这个 要关注的 这也是我们后面 集群编程当中 反而需要 大家仔细考 稍微要花点时间的 它整个这个程序 要搭建起这个环境 这比不难 难的就是说 怎么去利用它这个 集群当中 这些子节点的资源 换句话说 在我们这个系统当中 子节点的内部呢 这个计算资源呢 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 去合理的利用 这个计算能力 使这计算能力呢 能够 很好地分配 或者很好 有效地使用 至少我知道 我知道的 现在的系统 比如说ICAR 它也有cluster 但它cluster 实际上是一种framework 换句话说 就是说 cluster内部我们不可见 透明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很难利用 这个它的计算能力 无法利用 它的计算能力 换句话说 它似乎认为 只要在cluster建好了 那么 用户呢 不需要关心 cluster内部的 计算资源的分配 这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同的计算 不同 比如说搜索系统 电商系统 包括我们聊天系统 或者什么游戏系统 或者什么 假设基于分配系统 应用 那么它这个 计算资源的分配 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我不太清楚 这个ICAR内部 是怎么做这种 计算的分配 然后假设用户 不能直接针对 这个集群内部的 子节点进行 编程的话 那么这个我觉得 是有一点问题的 但我们这个系统 是不一样的 我们等会儿 给大家讲一下 这是我们在讲 MNCS的时候 我们会重点 强调一下这个 我们先讲一种方案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后面再讲一下 这个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讲的 这个集群编程 这个反正是重点 对吧 因为大家现在刚刚 暗示编程 我们从简单的开始 那么简单开始的时候 甚至还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先看一下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 第一个比较简单的 那么就是这个 对吧 这个server 那么这是server 大家看这个名字 当看见 能分辨出来 对吧 to note 和CS to note 但是前面要有一个 对不起 这好像是不对不对 这一个 不对 要有一个cluster cluster 就是这边 看错了 那么 to note cluster 在这 这是所有端 你看 他这所有端 但他一定要带 他这个 因为是class 所以他有chill 等我们看他程序 怎么做 那么 clun端 clun端还是传统的clun端 没什么变化 这个admin 就先不讲了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 clun端吧 这clun端其实是没什么变化 因为他就是一个单独的clun端 那么就是standard learn physical standard learn computer 那么他几乎这程序呢 完全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几乎是照照 那么假设说不同 主要是因为他发的消息不同 发的消息不同 因为他这边 他因为要和cluster联系 这边要和cluster联系 所以呢 这边产生的回应呢 是multcast的这种回应 因为cluster当中 信息交换主要是靠 是以multcast的方式进行的 即使是unicas 也是一种multcast 所以说 他这回应呢 稍微比这边要复杂一些 我们看 这个消息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前面我们提到过 我们这系统其实是一种 非要给他规规类的话 有点是这个 然后我们的后面 我们再把这个 尤其到我们后面编程的时候 大家这个特性体现的更明显 我们前面在做container编程的时候 其实已经看到这一点了 我们前面编程还不太明显 其实也是 实际上本质上也是 比如我们先设计一个message 然后把message处理的stread 等等 再写出来 实际上是先写message 实际上就是围绕着data进行 那么我们这边 我们看 看他的message 他的message就是普通的container 一个message 像就是一个一对一的 用直接这个 一个一的这tcp来发送就行了 但是他这边的container不是 它是通过modecast的方式来发送 唯一的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他这边是modecast的方式 假设 这是他 然后他这 假设说稍微有一点类似 但是unicast 你看我这写了一个modecast modecast也可以 但是modecast modecast不好的地方在哪 这个像是registry对吧 这是要 注册 注册的话 他肯定要对server 他要把自己的信息 发到server上 然后在server上进行注册 注册的话 其实实际上是 要对server进行一些状态 进行修改 或者说要写一些数据 到server上 实际上是 可能要存一些数据上去 那么上是给系统增加 加了一些代价 对吧 那么 这时候 如果用broadcast 那实际上这个用户的信息 就注册到所有的节点上 那么我们假设在聊天 我们假设大部分信息 在这种 在这种基于class的这种程序当中 我们所有的这些message 都用broadcast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实际上这个系统的压力 并没有被分担 对吧 你一个消息 被广播到所有的系统里头 在所有的计算节点上 那相当于每个节点 都要承受同样的压力 那么 并没有分担 对吧 假设你一个节点 假设我们这所有的节点 计算能力都是一样 计算资源都一样的 那会变成 一个节点 就能承受十个用户 那你 整个一个小小的 复制 复制到所有的机上 所以说最终 还是成了十个用户 那么实际上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用什么呀 尽可能学识法 而在这种计算系统 尽可能用unicast unicast才会导致 这个系统 实现什么load balance load balance也是 系统这个 因为只有压力分担了 那么我们的系统 才能够变成scalable 所以这是我们 所以为什么要unicast 尽量用unicast的原因 对吧 这是它的写 写消息 那么还有 那么它这边 这边就谈不上 对吧 这边就是一台机器 所以没有什么 分担不分担的问题 就是看我们的消息 设计上就有点差别 那么这个消息设计上 实际上这也告诉我们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 通过消息的编辑 或者是修改 或者程序设计 可以导致 我们可以间接的设计出 load balancing的 这个算法 对吧 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是在 有效的利用 集群当中的这些计算能力 换句话说 这个集群当中的 节点的 每个节点的工作 我们是能够控制的 或者说这个系统当中的 计算资源的 有效利用 我们可以通过编程 来进行控制 对吧 unicast就是节省资源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看 还没别的消息 那么这 我就聊天 聊天 我们打开看一下 channelification 大家想想 它也是利用这个 unicast 用unicast来完成的 那这边呢 但是程序上看上去 对程序员来说 那么它只是 需要对消息的这种 unicast 做一些 考虑 对吧 但实际上 从程序上角度讲 程序代码角度讲 其实看上去 它几乎完全一样 或者它们用的pattern 可以说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对吧 这是 只说它这边 消息也只能 说明应用 说明它的应用特征就完了 这边的消息呢 除了说明它应用特征之外 还要说明它的 它是否是 它是哪种 哪种 对 它是跟哪些节点 某些节点 就计算资源 我们只跟某些节点联系 还是跟所有节点联系 等等等等 还是单根单个节点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属性 这unicast的message type 这种属性 来进行 是约定 那么会减少这个计算的压力 所以client端就是这样 client端这两个消息 这个消息也很少 对吧 所以 这也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看所有端 所有端 那么 也是用container这个构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看它的所有端 那么这个程序几乎是看上去没一样的 这块稍微有一点不同 就它这边是用这个smail来输入参数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无关紧要 不是核心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菜的时候 打开一下 你看它的核心的程序是什么 就我们之前讲的这个cluster cluster终于被我们利用起来了 在程序当中 我们看它 它smailcontenter 这是前面我们看到过 所以它只是用了一个单一节点 这上是单一节点 对吧 这是单一节点 但是这边不是 这边不是单一节点 这上是一个集群 剩下的就没有什么 对吧 剩下的这边 你看它这边还有一个应用 应用 应用层 因为它这应用层 必须和server写在一起 对吧 那这边 没有 你看这边没有这个什么 con的什么之类的 原因是 这个server 跟应用完全没关系 它只是 只是把这个 用户发来的消息呢 转发 转发给 它的专门的工作 就是转发 转发计算 计算的 分配计算压力 分配计算任务 它就是唯一的任务 所以唯一的工作 就是这样 所以它这个 没有跟应用没关 我们看它的task 它就三个程序 我们看它task task就是关闭 都是stop stop 什么之类的 就把整个系统关闭 一个是你看 stop什么chat 这是什么 我们前面其实用到过 对吧 看到过 这stop 我看了一下 看了这程序 stop cluster stop cluster 就是把这个cluster关掉 然后这是stop server 就是把这个root关掉 把这server关掉 它说它的消息来自于Admin Twitter 然后收到这个消息 它关闭 这都是你看这个server设计很简单 它这个server可就不小 你看它这个server还有task 它的server就是除了关闭以外 它要处理这些消息 你看request啊 notification啊 然后它自己关闭等等 那么它完全跟应用还要绑在一起 那这只是这个应用比较简单 对吧 这个因为它就俩节点 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这个交互数据 没有真正的聊天 所以说这个只是注册了一下 但是无论如何 它这边这个server负责的事就比较多 又是应用啊 也等了 又是这个还没法转发消息 所以只能自己处理 所以这个server这个程序呢 就是这样 其实很我认为是比较简单 这个虽然我们已经做了这个 做到集群了 但是整个程序呢 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晰容易 容易设计 从大家知道什么基本的这个 pattern就行了 那么假设这个container的pattern 我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其实 我没有专门去给它命名啊 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这个container的pattern 几乎都一致 实际上就像一个plugin这样的一个 把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做的应用 通过task的方式 加到这个系统里头 那么这个系统上是 实际上就面前对象一个基本的应用的 叫什么pattern企业名为 无所谓 起不起都那么样 都无所谓 我们来看这边 它还多一点 多一点这个 chill 这是它 我因为集群吧 它给它多一个chill 我们看这chill的在做什么 那这个chill的 这个api 我们见到是吧 clusterchillcontainer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集群 必不可少的 一个 这个api 那么这里头 还是有这个应用 应用相关的程序了 因为这个chill要执行相关的应用 我们前面这个server呢 是不执行任何应用的 你看 这是 只是转发消息 所以说这个应用呢 都集中在这儿 执行在chill的这端 看这是在这儿 在这儿有chill的应用 对不起 这是应用 然后我们看看它这个task task你看就和这边的task很像 对吧 和这个 只是说它继承的这个api 有点区别 chill的task 那么它这个 要处理这个notification 要关闭 要这样 关闭还有一点 就是它可能关闭其中一个节点 就是stop one child oncluster notification 那么还有这个 关闭整个class 它不管收到哪个消息 它都要关闭自己 然后它只是 跟应用相关的两个消息 一个chat notification 一个是chat registry request 那么这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两个 这个account 这完全都是同样的程序 大家看这to know the server 是吗 这也是这 to know the server 这个好像是有一点差别 是吧 可能用的不是一个 那无所谓了 这个看的上 这个都应用层 其实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其实可以选用 选用一样的 这个无所谓了 那么 那么 这程序我们看到 是吧 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 这个程序编起来 其实非常的清楚 我们假设想用 这样的task 一般所有人 所有人做的事情 至少在这个例子当中 如果他有些消息呢 可能要本地处理 我们后面会看到 那么这是 你就在这儿 本地处理 他们一般情况下 没有本地处理的 那么就转发过去 转发过去的消息 这边这不用 不用写 不用做任何处理 这都是本地要处理的 就写在这儿 就是这个serve要处理的 写在这儿 他现在说只是处理 这个关闭的 所以这程序呢 我觉得是很容易阅读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 看一下这个程序 应行一下 那还能登到 我们这机器上 我们还是到这个 这个机器的目录结构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到这个wind下面 wind下面有这个 有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当中呢 你看有两个目录 这是我可能最近 稍微整理一下 那么再看一下外头吧 大家也可以参考 你看我们这几个目录 unwrap就是什么意思 unwrap就是我们最早的 那些程序 对吧 完全是没有container存在的时候 我们做的这些程序 然后我们这有container 这个目录 app我们就讲 就是有时候 三个演示的程序 就做了一个应用 container当中呢 我们先看一下app 这些程序 你看其实我们有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 当然是一些演示成就在这 我们看 search 什么 这个大家看见有cps 对吧 这见过 unwrap 就是这个我们 这类似的色录 前面我都演示过 container 跳出这个 跳出这个app 我们直接到这container当中 container是我们 有stand alert的 实在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前面讲过这几个例子 都是用这个container来完成的 只是说呢 那些节点都是单一的节点 不是集群 那么这集群的这个 我们重点今天要讲 我们现在 我做了这个 现在现有的 打开这三个目录 大家能看清楚 我们现在是讲这个 目录名列相对长一点 TNCS 然后stand alert client 然后加上client server 然后我们讲是这样 这个 下一堂课呢 我们把这个程序介绍一下 之后我们还有别的 我们再说 这个还不完整 其实还有很多程序 我没有 还没有给大家 放在这个目录里头 那么后面的程序呢 会 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时间呢 可能会 超出我自己的预期了 好 我们看看这个程序 只有五个这个 and这个project 可能其实这个 前面做class的时候 可能见过类似的这种结构 因为它是让基于class的 来完成的嘛 所以说是 大家应该不看下去 不是特别 陌生了 那么我们 要运行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这些目录 打开一些多 都打不多 还打开一些窗口吧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我们先打开什么 还是登录到这台机上去 我们先只是用一台机器做演示 这些项目录到这台机上去 看清楚一点 这些项目录到这台机上去 这个项目录到这台机上去 这个项目录到这台机上去 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再打开 由于现在我们使用的cluster 我们前面在做Modcast这个演示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们当时要求 所有的这个child children 那么都必须先启动 就是先注册到这个register上 然后最后呢 启动这个root 但现在呢 由于它形成cluster cluster有join啊 这等等这种能力 所以呢 不需要 做这样 就是 我们可以 就是 在 可以 以任意的时间 任意的时间加入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做一个 证明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演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启动几个 cluster 然后呢 在 不 先启动几个trojan 然后再启动几 另外几个trojan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trojan之间呢 嗯 就是在 先有两三个 比如说 trojan登录 然后我们再启动 server 启动server之后呢 再启动几个trojan 那么我们看这些trojan 是否能够正常的形成一个cluster 不需要这个 和严格的按照之前那个modicast的一个方式来运行啊 就是顺序上是由于cluster自己有这个管理能力 它不需要的次序上的要求 这是一个trojan 第一个trojan 第一个trojan 它启动 现在这时候呢 你看 路坛没有online 所以它就没有找到root 提示了一下 我们再来一次 再来一个trojan trojan 这颜色怎么不太好呢 我会说说有时候用这个dr 它是显示成白颜色的 看得清楚 对比不太强吧 这有时候有 稍微有点毛病啊 好 我们再看 再运行一下 又运行了一个child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 同样的方式运行一下 嗯 嗯 天呐 cluster tn js 然后这个child 我们再运行一次 现在已经有三个trojan 加入了这个 有待加入这个集群当中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serv启动 或者说root启动 这root是serv container 我们稍微观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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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还是这时候启动serv 启动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现象 大家注意观察这几个屏幕的变化 对吧 但是serv启动以后吧 它上面把自己的IP地址 发给这个三个trojan 然后三个trojan 知道它的IP地址 然后向它放这个child的消息 所以说因为有三个trojan 才收到三次这个加入的这个消息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再 可以再启动几个trojan 按照我们过去的 multcast是不能这么做的 也是multcast API的时候 multcast不太负责这个 没有集群的概念 所以说它 没有加入啊 什么的推出啊 这种概念 所以它次序上 它没有维护这个集群的这些能力 所以它要求 我们当时前辈对次次 启动次序要求很高 那么这事我没有这个要求 但是我们还是启动 再次启动 child 这是第四个 我们可以再接着来几个 再来两个吧 我们就放在这儿 再把这个reds 去sower打住了 这没关系 再来一次chill chill的我们再运行一个 这是第五个 你看这是现在已经五个join unification了 我们要不带来最后一个 一共有六个 就放在这儿 因为当时想要大家看清楚一点 我们找一个放这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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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chow 好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想运行一个 因为它是单一节点 单一的一个client 单一的client 那么这client 它会跟这个集群进行联系 以client server的方式进行联系 然后我们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启动这个client 大家可以看到 注意看这个屏幕上 这几个节点的变化 那么这个界面 client server的界面 大家应该见过了 好 它启动了 启动之后呢 我们先注册 我们前面讲过这块的消息呢 都是以unicas的方式 画过去的 来看 它发到这儿 只有这个节点有变化 别的节点都没有变化 它进行注册 比如说把自己的一些 比如它叫grade free 因为它叫grade free 所以它把这个自己的消息呢 描述消息呢 发到注册 注册之后 它发到这些描述信息啊 等等 发到这个 其中的某一个 它这个是应用层的注册 所以发到一个chill chill的字 节点上面了 但是并没有其他 别人并没有收到 换句话说 别的其他节点 会收到 别的 这个client 发过来的消息 将来 那么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节点 假设 记得能力 承担十个聊天的话 那么 这六个 那就承担六十个 那么过去不行 过去呢 假设它一个节点 只能承担十个 那到了十个就算 这个计算就不能进行了 这也是集群的好处 start chat start chat 你看大家 大家把聊天的消息 大家看 发到哪 比如说hello 你看 同样发在这 它为什么能发到这呢 其实我们是用的 unicas的发的 而且unicas用的这个 nearest unicas来发的 那么就是根据 它这个clientK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消息 你看 这个消息有一个 cinderK 对吧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消息 registry 在这里面能找到 你看 它也是一个userK 这userK和senderK 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是用户的这个K 一个是sender 就发送聊天信息的这个K 这样实际上都是 本质的一个client的某一个K 对吧 这K是唯一的 而且是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 那么用户 实际上这里头要保证 这个 大家看 如果这个constructor 看一下 这就是那个request 这个constructor 包括这个chat 我们看一下它的constructor 它都是为了做 nearest的unicast来服务的 当我们需要做 nearest unicast的时候 就用这个constructor 包括这个request一样 就要用这个request 假设不是unicast nearest unicast 这是别的 那么我们就不用设置这个 OK 这时候我们假设想用nearest unicast 一定要设置这个K 那我们从程序上来看 你看 这就要加一个这个K 如果没有这个K 那么这个unicast就是随机法了 有的这个K 就是nearest unicast 那么这是两个消息 它也是nearest unicast 本质上是一样 nearest unicast request 这个是nearest unicast notification 加这个 所以它这个发的消息呢 都跑到一个节点上去了 因为那个节点呢 在根据四伏串意义上 是最近的 来看 古鲁猫给它也发过来了 对吧 我们再发一串一一看一下 要发出去 再发一个 演示一下 一串二 对吧 所以说它这个压力的 只是跟其中某一个节点 有关系 那么这个演示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 是个程序 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系统呢 由于有了cluster之后 那么这个系统的 这个计算压力 实际上是 这个聊天的这个计算 只跟某一个节点 集群当中的某一个节点 有关系 那么我们给它关闭 关闭看 我们的正常关闭 我们今天选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在这个六个当中 六个子前面当中 关闭其中一个 随机关掉 像这个收到 它应该先关掉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换句话说 这个例子 也可以证明呢 我们这集群呢 实际上是透明的 对吧 大家可以对这 控制系统当中的 任何一个 子节点 并可合理的利用它们的资源 第二项是把这剩下的五个 或者剩下的 我们可以直接选第二项 那么整个六个都关掉 那么一现在集中已经关掉一个了 所以只剩五个了 第五个呢 当收到这消息之后 会完全关掉 给class的就没有了 对吧 这些也都关掉 那我们现在剩下这么一个server 我们把server再关掉 选第三项 所有关掉 那么我们再看 这还有一个 register 我们把register再关掉 它自己再关闭 行 这个应用就是这样 那实际上是比较 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的 对吧 那么 或者说程序首先设计很容易 那么 好像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句话 前面开头的那个程序 这类课开头 我们讲的就是 当利用这些API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太难的 虽然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或者说大家需要学习的一些细节 但是呢 总的来说 设计API更重要 对吧 我们这程序 我们这个开发环境 更重要的是 能够提供设计新的API的便捷技术 这是我们系统当中最重要的 这样的话是我们系统才具备通用性 我们当然会提供 尽可能提供一些container 或者说Firmware 或者叫什么middleware 但是呢 我不能保证系统能够 就这样的Firmware 能够把都都做穷尽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分布系统 是我们人类遇到的最复杂的系统 而且有些运行规律 已经不是机器规律 好 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我们下回再接着说